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这个主要说法是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的债权国 手中握有某种金融核弹 我记得是2009年3月底的时候 也就是美国雷曼银行倒闭之后半年 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与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 陆克文一般被看作是个中国通 他会讲很好的中文 进行一次长达七五分钟的这个午餐 那么席间呢 这个希拉里向陆克文提了一个 忧心忡忡的问题 就是你如何与债主进行坚固的谈判 那么克林顿夫人的意思就是 中国是美国最大债主 手中握有这么多的美国国债 那美国如何才能和这个最大的债主打交道 他2009年时候来中国访问 接受上海东方卫视的采访 在采访中呢 他表现得很像一个保险公司 保险代理人 请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他反复地说这些安全的投资 他说美国有良好的金融声誉 当时西方媒体就把中国可能大规模的抛售美债 称之为中国的金融核弹 或者中国的核选项 那么许多美国人都害怕中国会这样做 他们也认识到美国对中国是多么的依赖 那么他们确实希望中国能够把他的贸易顺差 再次投资到美国 卖美国国债 2013年呢 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前身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型研究中心成立 那么我当时在我们中心举行 这个第一个研讨会上就提出 中国的金融业需要一个聂融针 那这个演讲是我就是将近十年前吧 这个做的 后来收集在我的这个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本书中是我的演讲中心图书出版的 那么我这里跟大家重复一下我当时讲的这个观点 就是历史上呢 西方打败中国就要靠两个 一个是军事 一个是金融 欧洲从16世纪开始一直在打仗 从两三百个国家开始 打到最后剩下二三十个国家 但坏事变好事 好事要加上引号的 就是它军事上也发展起来了 科技也发展起来了 尽管很多的森林涂炭 这个但它发展起来了 然后它也开始打别人 包括这个开拓殖民地 中国也被它打败了 但呢通过数十年的努力 我们确实赶上海了 我们今天建了强大的国防 我们军事上没有国家敢侵略中国 但在金融这一块 我们看一下中国西欧的这个关系 中国和欧洲的关系 鸦片战争 英国打败中国之后 马上就是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然后不平等条约的背后 都是金融体系的支撑 你整个这个赔偿 赔款 整个系统都是英国人控制的 那么到了今天 这个应该讲西方 对世界的控制 还主要是靠一个是军事 一个是金融 这个金融体系是很不公正的制度 包括美元这种特殊的地位等等 我当时这样说的 金融这一块 我们取得巨大的成绩 我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 人民币已开始走向境外 虽然哪里都可以换人民币 因为全世界都有这个需求 中国世界最大的贸易股 但由于种种原因 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 资本市场开放也有严格的控制 我在想 是不是我们 这个要在金融这个领域 也试一试 能不能呢 在这个领域 不敢说是打败人家 但至少是赶上 或者达到一个和西方逐步 平起平坐的水平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这么大的外汇储备 这种事情一点都不做 恐怕还不行 那么现在上海自贸区 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试点 希望它能够成功 如果证明这样做法 不能成功 我们可以换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做 我当时还这样说的 我说我看过西方学者写的一些文章 包括比方说 有法国学者就撰文 认为中国手中掌握 有对美国的金融核担 那么美国前国 欧币希拉里也问过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 中国今天已经是美国最大债主 美国究竟如何才能够对中国强硬呢 换言之西方不少人早就看到了 一旦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 就能对美国产生巨大的政治经济 乃至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影响 但我也看到我们国内这样思考问题的人 似乎还不多 我们要鼓励这种前瞻性的原创性的思考 我们要把金融领域的问题思考透 我们的格局要更大一些 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最终在金融领域内强势出牌 把我们的资产排火 说我们能够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地位 即使一时做不到也没有关系 这样的研究和探讨也要抓紧进行 这样的研究成果一定会有震撼力 对中国的未来的战略和我们的外交 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那么我当时这样说 我说我们要有大国意识 大国需要大思路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中国国防科技当时的领导人 是聂荣臻元帅 聂帅的特点是走一步看三步 积极防御 进攻性的防御 他有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 对科学技术也有相当的知识 他采用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 我们第一颗原子弹是1965年 实验成功的 而聂荣臻呢 在这个我们大科学家前学生的直接帮助下 早在1961年就向毛主席提议 要搞洲际导弹 那么防空导弹 而且将来要向反导弹系统发展 还要考虑通过搞探空火箭 为将来的星际航行开辟道路 我当然这样说 我说我们在金融业内 能不能好好研究一下聂荣臻 当年领导中国国防科技的战略思想 在金融这个领域内 我们今天就要有超越美国模式 超越西方模式的眼光和思路 我们的金融业需要一个聂荣臻 我这话呢是就是2013年2014年那段时间讲的 今天我们看到俄罗斯对美国采取这个强势出牌 我想把这个观点再重复一下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